金馬獎入圍名單揭曉了 賣座國片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一件事 入圍了八項 不但是入圍了最佳劇情片 最佳導演 兩位男主走 曲光漢和林柏宏 也雙雙入圍 要一起搶影帝 而入圍的最大贏家呢 則是五月雪 他們入圍九項 第六十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入圍的有十門 熱鬧公佈入圍名單 第六十屆金馬獎 三號入圍名單揭曉 最佳劇情片部分 有賣座國片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以及軟今天主演的周楚楚三害 還有共入圍九項的五月雪等五部片 最佳導演 則有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的 陳偉豪 五月雪的馬來西亞導演 張吉安等五人 中港澳電影加起來的話 今年是210部 對 就是所有類別加起來 不過我覺得今年另外更特別的是 今年新馬地區的作品 總共有62部來報名金馬獎 這是史上最多的一次 眾所矚目的最佳男主角入圍名單中 除了軟津天 吳康仁以及王伯傑入圍外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兩位男主角 許光漢 林伯鴻 鬆鬆入圍一起搶影帝 最佳女主角入圍的 則有本日公休的陸小芬 小小的林品彤 以及白日之下的余香玲等五人 此外 將在11月25號 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 記者陳嘉欣、謝正寧、謝祈溫 台北報導 至少